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跟洗澡没有什么关系 大美 你不洗澡 花洒坏了吗 洗澡花洒怎么能坏呢 哎呀 你看 不是你 大美 大美 你别说了 你说的容易乱 你先回去 我来解释这事 好吧 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 好吧 你别忘了 我要上洗澡呢 你放心吧 你回去吧 哎呀 哎呀 你看什么呀 你跟那个鸡爪的 是你这样啊 你给我收起来 甚深 你别这么神神道道的 我给你解释清楚啊 他呀 要洗澡 突然发现花洒坏了 让我给修一下 我一进一打开水 嘭 那花洒就崩了 就这么个情况 我你还不相信吗 你修他家花仨 你敲我家门干啥呀 不是 不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吗 那你怎么去他家了呢 我是先敲了你家门 我敲完你没出来 他先出来了 他截胡了 明白不 不是 赵刚刚那你心里有点数吗 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 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啊 不是 你别着急啥急事啊 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 你马上就要面试了 我急需俩模特给我拍平面照片 你需要模特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模特 我找你给我当模特 别开玩笑 我能当模特吗 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 你看你也说了 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 是我是准备花钱 人家模特吧 嫌我价钱给的低 不来 哎 你也不看看长啥样 你知道吗哥 一点都没有你帅 你知道吗哥 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 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 是不是 我跟你讲花花 跟你说实在话 在这一点上 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 是不是 我给你当模特啊 我可不会表演啊 就找几张照片又行 那行 那我给你找几张照片呗 行行行 不客气不客气 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着呢 你就来呗 我不行 就我这个儿 我哪能当模特啊 你可别开玩笑 是 你个头是稍微差一点 谁呢 哎 这样 我给你找一个人 这人太合适不过了 你说 我媳妇你大嫂大米粒 你问我谁呢 你能不能认真想 我要那个儿高的气质好的调顺的 大个儿 大个儿咱小区谁呢 哎 大美 哎 大美行啊 对吧 大美那个个头 那个气质 那个形象 尤其那个 我俩在一起合适 哎 黄小华 黄小华 干什么 黄小华你出来 你看你怎么说说就急眼了呢 来来来 赵刚子 哎 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 满嘴都是口水 你看你这人 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 那你要这样你不用大美 行吗 你自己找我不管 你自己的事你跟他说呗 那我说了他要是拒绝我了我多尴尬呀 那我要说了人家拒绝我我不是也尴尬吗 至少我不尴尬呀 哎呀 这事我求你了我去他这人不好说话你哥 哥 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我只身起一片事业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是是我知道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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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在抖起来了呢 你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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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都没有办法 好好好 这个小华 小华 小华你背口背口背口 哥受不了这个 行了你甭管了 这事哥给你办了 哥给你办 谢谢 没事 你回去吧 等好消息 你放心吧 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 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 大美 话咋买来了 还没去买呢 大美 我跟你商量个事 刚才黄晓黄提出来 让咱们两个人给他拍两张照片 让咱俩拍照片 啥意思他要要挟咱俩 不是 要挟什么呀 人家邀请咱俩是这样的 他有个新产品要上市 需要两个平面模特一男一女 就希望咱俩来 觉得你好 你放心啊 大美 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 广告一打出来 你到时候你就看吧 大街上啊 商场啊 对吧 都挂了你的照片 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 这么好的事 他自己咋不干呢 他找我 他有自知之明 他这个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把那个头啊 那形象 那腿 这把那跟你一支 没法比 你说呢 真的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 是是是是 哎 是你说这公交车地铁都得挂照片 都挂高速公路上也挂 我这忙我帮他了 这会我接了 你火速飞毛腿快点 全速前进 买花杂我要洗澡 不是不是等会大美 你过来 买花杂是来不及的 你现在不用洗澡 你现在正好 你要再洗澡 然后你就容易太漂亮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看 多清纯 对吧 天然去掉是最好 我我我那这样吧 你总得允许我 非常简单的普通的画个小蛋装怎么样 可以我等着你 小蛋装 马上来 我马上就来啊 马上啊 哎半分钟啊 搞定没 谁好灵命吗 我跟你们说 男人就是要帮助女人 对吧 什么演唱会 啊 就那个演唱会那现场的保安 河南小区的保安 是一个保安公司 那边不是人手不够吗 然后让你姐夫 派一个班过去帮我忙 哦 那不接个 姐夫姐夫姐夫 哎呀 哎呀 这就 这行了 这行了 你赶紧的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 你赶紧给他打过去 你就把让他保安吗 对不对 这把把把把把把 把张总女儿刷进去 就完了 我这就给张总回个信 哎呀 你先别打电话呢 你有票吗 我没有啊 你没票不能进的 不是 姐夫 不是你叫我啥 姐夫 你哪能叫我姐夫啊 你比我大呀 你怎么问啊 你怎么问啊 有你什么事啊 我姐夫这是 哎 他比我大 我也得叫姐夫 我不能叫你姐夫弟吧 你都叫了我半年了 姐夫 我求求你 你说啥 我求求你 求求你 你哪能求我呀 你们都听见了吧 刚才 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他这辈子不求我 下辈子不求我 他要求我 他就是我孙子 啊 我哪能让他当我孙子呀 你知道啥呀 人家这回这个群演唱会啊 要求非常严 你帮说小刘了 你就是我在那站岗也不能去 那规章制度是白设的吗 你就瞅我你 行行行行 拉倒吧 哎呦姐 听见了吧 都听见了吧 他还帮我 他就帮不了我 办不了这事 没那本事 哎呦 我还告诉你姐夫弟 我再重申一遍 这辈子不求你 下辈子不求你 我再求你 我真是你孙子我 我跟你说 赶紧吃饭 等吃完饭以后 妞妞放学回来以后 你带着她去看演唱会 等会儿 等会儿 姐夫弟 这事你办得可有点过啊 怎么了 我刚才爱来回的求你半天了 张总女儿你不让进去 你让你老婆孩子进去 我老婆孩子怎么就不能进去呢 你老婆孩子凭什么能进去 我老婆孩子凭啥不能进去呢 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让你老婆孩子进去啊 我有票啊 我早就找好了 这不是想给你跟孩子一个惊喜吗 你老公太有本事了 真棒 来赶快吃饭吧 行 不是不是姐夫 我跟你说吃完饭以后啊 带着孩子啊 人多啊 这有点安全 好吧 姐夫 完了以后吧 这个 姐夫 抓紧时间 你知道吗 好 姐夫 上啥呀 爷爷 怎么的 要上厕所呀 我上什么厕所 我是说这票 你就给我吧 你说我这么大生意 这么多套房子 行了 看把你提的 那行 要不 这票你就拿走吧 不行 牛牛咋整啊 牛牛 牛牛 牛牛看什么看呢 看了也白看 牛牛那是我亲外甥女儿 我这么多套房子 这么大生意 牛牛能理解 你这么说吧 你回头跟牛牛说啊 你就说我呢 没找到票 就说我这当爸的没本事 对 对 他没本事 这合理 我有本事没 我有本事没 大点 一二三 一 你说说三号楼的王老太太 你都给解决了 你为什么给我 不是 小王 那个王阿姨 你不能跟人家比 人都72了 你得先解决 人家72了 那你意思 就是我年纪还没到呗 是 不是那个意思 小王你坐着 你别生气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先说你第一个条件啊 你要求对方身高 必须在一米八六以上 把以上去掉 一米八六 你就咱们小区也很难找到 一米八六以上的 以上去掉 就一米八六 一米八六也不好找啊 我跟你讲啊小王 就为你这个事 我前天专门跑了一趟辽宁篮球队 那当然了 我毫不夸张的说 我是拿着尺子去的 哎呀 一进门 人家出了一个叫韩德军 我一看 没法量尺子不够长 后来实在没办法 我就把目标 锁定在了郭艾伦的身上 艾伦可以啊 我可以将就 关键是艾伦他不将就你呀 艾伦说了 人家现在要好好地训练 要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 我可以助攻他呀 你拉倒吧 你还助攻人家 人家就是干后卫 给别人助攻的 人家助攻啊 再说了 人家艾伦说了 要跟你在一起的话 恐怕就以后很难为国争光了 这句话是人家艾伦说的吗 艾伦没说 我是领会那个精神 你领会啥 你瞎领会啥 你说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那么高的呀 我们个子矮呢 我爸说了 你要找个高的 要改变基因 你个也不矮呀 你多高啊 一米六二吗 不能 你绝对不止一米六二 你最少一米七啊 你 你 你笑啥 你有一米六零吗 领会啥 人没找着你还好意思笑是吧 不是 我跟你讲 小黄 你说你这个条件不太现实 你说你 那么高的人 能找你这样的吗 往哪 往哪 我不在这呢吗 你把鞋穿上 行不 把鞋穿上 好 能不能找着 就告诉我 来来来来 你别生气 来来来 你坐着 你听我给你讲 你慢点啊 黄啊 你这第一个条件 也算说得过去了 你说你这第二个条件 要求对方 一定要比你小三岁 为啥呀 我爸就比我妈小三岁 他俩可幸福了 我不是行思着 女大三 抱金砖 我就想当那个金砖 哎呀 啊 啊对啊 啊 哎呦太好了 那行 我马上过去啊 哎哎 告诉你俩个好消息 偷你们钱的小偷 让我们找到了 哎哎哎 怎么了 你说 那个太激动了 哎呀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领导说了 要特事特办 马上过年了吗 决定把 马上把这个钱 返还给你们 哎哎哎哎 这怎么了这是啊 这这又激动了 啊 激动了 哎呀 这事搁谁都得激动 你六万块钱 是而不得 谁不得激动 是 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 我去看看钱到了没用 啊 好嘞 弄吧 弄吧 斤斤两千 非得弄六万 你弄死我算了 哎呦 你说这小偷 这也太不专业了 你偷东西钱 你先练练跑啊 你跑都没练好 你偷什么东西啊 这不坑爹吗 是不是 哎哎呦 赶紧跟警察说清楚了 我跟你说 你乱报是属于犯法 你明白不 走走走 赶紧走吧 走 哎呦 王经理 你俩怎么还不领钱去啊 哎呀 王经理 您丢那两万块钱 领回来了 领回来了 哦 两万嘛 哦哦 我说小偷也真是的 哦 你偷东西之前 你先练会跑啊 你跑都没练好 你偷什么东西啊 是 你这不坑爹吗 你说这些 哎 王经理啊 啊 你钱领回来了 怎么好像还不大高兴呢 我不高兴吗 啊 你从哪看出我不高兴啊 我挺高兴的呀 我呀 王经理高兴 你看高兴的脸都出筋了 是啊 挺高兴的 哎 王经理 啊 你坐着我问你个事啊 你问吧 王经理 这小偷怎么给抓住 抓什么呀 小偷从他小区偷完钱之后啊 啊 骑着摩托车 沿高架桥就跑 哦 怎么能法寸 对面正好过来一辆警车 哦 他以为抓他的呢 吓得掉转车头 加大油门就跑 咚 撞桥栏杆上了 人飞了 当时就完了 小偷完了 哦 哦 完了 哎 王经理 那钱都找回来了吗 你傻呀 那人都飞了 那钱能不飞吗 当时就散落一地 正好刮大风 把一部分钱全刮没了 咱刮没了 哦 哦 什么毛病啊 不是这样啊 我现在后悔啊 我太后悔了 你说我要是报十万 我不白得八万吗 小偷没了 死无对证 你说多少钱 你领多少钱呢 对 现在的剩下的钱 都是你俩口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